世衛警告,如果歐洲新型肺炎疫情持續蔓延 去到明年的春季,或者會再多70萬人死於疫情 世衛歐洲區域辦事處說,歐洲疫情反彈的主因 與Delta變種病毒擴散、放寬防疫限制 以及疫苗接種率不足有關 區內累計150萬人染疫不治 單日死亡人數增至近4200人,是9月時的兩倍 按照目前的趨勢估計,去到明年3月 區內死亡人數會突破220萬 又說歐洲和中亞的疫情非常嚴峻 加上疫苗的保護力下降 各國應該先為工藝群組打加強劑 包括免疫力藥和60歲以上的長者以及醫護人員